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块鱗片和一块鱗片之间要留一条线 这种就叫水龙 即是很平很齐的针发才能守得出 纹真的是刺手的灵魂 因为这个纹路令到那棵花和树叶有生命 例如鸡的脚踩到地上要有力度 眼睛要画龙点睛那种效果 它专注去瘦才能瘦得出 你想着随便完成任务那些是没有那么灵动的 这幅画叫《夏日海风》 当时是六十个宫加班加点授出来 以我们广秀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幅 给你一个感觉 可以听到那些海声和拍打岸边的声音 我是五六岁开始接触广秀 跟妈妈学兽化的 一直到现在有几十年 家家都有受量的 现在年轻的人看不到这个情景 我们年纪都这么大 不做得很多年 希望能够保存到来 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慢慢淡 对吧 杨杨 是的 Abend